也是惊险直骑在苗栗县有名方形少年没有驾照 骑机车还跨越双黄线 逆向冲撞另外骑程机车的陈姓母子 当时陈姓妇人原本要送就读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上学 当场被撞倒在地送医急救 所幸并无大碍 不过小朋友真的是吓坏了 目击整个过程的驾驶 开车经过竹南镇龙山路的时候 突然一名身穿橘白色外套的机车骑士从右侧冲出来 不但速度很快 而且跨越双黄线逆向行车 到山家国小的门口和一对母子撞个正着 两个箱撞会很严重吗 受伤啊 小儿子会哭啊 当时陈姓妇人骑机车载着就读国小一年级的儿子 被撞得连人带车重摔倒地 男童吓得哇哇大哭 警方获报处理时赫然发现 肇事的方姓骑士只有18岁 还没有去考驾照就骑车上路 两部机车都撞得严重毁损 方姓骑士也惊慌的手足无措 小朋友跟母亲有稍微受差挫伤 送医治疗 目前相关责任部分伤态理性 还好陈姓母子经送医救治 只有受到轻微的皮外伤没有大碍 但是肇事的方姓男子这下陪惨了 除了无照骑车 还有跨越双黄线等违规行为 一共挨罚6600元之外 还可能要负担修车 以及陈姓母子医药费等庞大的费用 记得张欣杰苗栗报道 还可以重新的这种 时间明天上 等dat 准备